大家晚上好,先调试一下网络,我先试一下,看下怎么样 声音怎么样,还清楚吗 可以,ok 昨天我们解盘当中,主要是解了一下每日的行情 今天白天的话,他确实从地位有一个反弹 但是他这个不都确实比我之前的一个预计的行情没有图 稍等,大家看不到桌面是吧 好了,有可能是有延迟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吧 一会儿看一下 那么可能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今天特朗普在国会做了第一次他的一个讲解,或者是一个演讲 我们可以,我们可能从市场来讲,会把今天早上的一个运行,一个行情会归结到特朗普的讲话里来 那么,因为特朗普的话它是一种讲话的含义,并不带有什么数据,并不带有什么一些实质上的一些 一些这种方向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是没有 它是一种轮廓的概念 所以市场的话,对它的反应,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们要思考的是,它的这个讲话是不是能够使得这个交易的市场走出过去的这种震荡的行情 震荡的行情 那么如果是可以走出的话,那么它需要做的事情是说 可以怎么讲,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它做的事情是说它接下来的一些事情是会发生的 比如说它在国会演讲里的一些议题,包括制造业,包括这个下部的基础建设等等这些事情 可能市场会认为它是一个有利于美元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的话整体的美元是一个偏强的状态 那么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思考是,反正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它的一个讲话,并不能够完全的改变过去的震荡的走势 应该是,应该可能只是说它的这个有一个讲话的影响 有一段时间的持续力 但是能够实际上改变吗 我觉得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因为其实它讲话的很多内容 是它以前的内容 是市场其实本身就已经知道的内容 包括基础建设 包括使用就是增加本国的就业 包括贸易的保护 包括移民的政策 其实它所讲的内容和之前没什么变化 所以从魔术角度来,我觉得市场的反应 可能是,我觉得是 当然是可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行情运行去做准备 但是如果说它是真正的就是说大的行情来临 一个单一 或者是一个持续方向来临 我觉得有点牵强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段时间 在交易上不要去过多的追求那种大的单边行情 当然像每日的话 从今天早上 或者昨天的凌晨 昨天凌晨看到这个接近前期的低点 出现了一轮快速拉升 那么有幅度大概已经达到了200点 200点左右 甚至已经超过200点了吧 那么这个幅度 就像我上周有讲到的 这种幅度会比之前的 一月初到二月份 二月份这段时间的震荡行情的单一波段要来的大 但是我对市场的理解是 这样的行情在出完以后 后面会接的还是震荡式 还不会是一个实际性的行情 当然这个要看市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走势 我是整个会这么理解 我认为这个过程不应该这么快度过去 特朗普的讲话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并没有超出市场的预期 那么这样的走势来讲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技术的要求 或者是一些可能正常的调整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 还是要有一些突发性的一些行情 去刺激到市场 真正能够改变这样的交易节奏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会更好一点 那么沿着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话 那么今天白天 就是有人提醒我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看的 因为在我的思维里边 我认为 这周 3月3号 应该默认的就应该是飞浓的公布那一天 可是 当查完以后的话 会显示为 本月 飞浓是到下周 也就是到3月10号 来会公布 在我印象当中 一般飞浓 会推到一个月的10号的这种概念 应该是非常少的 通常的话 只有在1号 赶上这个周五的时候 通常消息会推到下一周 差不多推到8号左右 那么推到10号是很少的 而且10号的话 当公布了飞浓数据以后 紧跟着 再过六七天 六天吧 就是16号 那么就会是3月份的一期会议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 以前我 我认为这两个时间点是有点中间有间隔的 现在看来的话 这个间隔很短了 为什么 飞浓是10号 然后周六周日11 12 然后周一是 周一是13号 比如说到周四 就会议了 那么等于相当于 从飞浓到周四 中间只有3个交易 所以这个时间很短暂 所以在这两个时间点里面 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的 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还是依旧是 跟踪这个市场 然后从市场里面找寻一些 这样的一些交易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哪样的机会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好 我们看一下最近我一直有在跟大家分析的每日 每日走势 预示着什么 其实预示着它会有更大的行情在等待着我们 比如说像特朗普这件事情 在早上以后 我们看到反映最为激烈的品种 是美元兑日元 它的整个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这种波幅也好 政府也好 都应该是最大的 都应该是最大的 那么言外之意 实际上 它的这个波幅是很大 但是它并没有超出 之前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你说 简单的来讲就是说 它在大的 位置上 并没有能够突破前期的位置 当然你说今天现在这个位置 是突破了 这一侧的高位 就是突破了75 75到75这么一个位置 现在已经到了83的位置 但是从这个格局里面 它现在还没有破掉它 还没有破掉它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整个的 到下周的时候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依旧认为它现在没有走出震荡行情 那么 比如说在现在这个拉伤结束以后 我觉得它还会继续的回到下跌的过程 这种上下起伏的阶段应该还没过去 一定要等一个市场认为是一个较大的市场行情的变化 加上加上这种所谓的什么加上所谓的一些大的消息面的刺激 才能改变这样的格局 那么本来我认为后天晚上就是飞浓 这样的话只有一个交易日的时间 到下周才有飞浓 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多出来六个交易日 也就是说算上明天后天到飞浓之前还有六个交易日 那么六个交易日里边足够它去做一些这样的改变 那么市场的走势里边当然我昨天有提醒大家的时候 可能我会认为它有113的一个反弹的概率 当然这个形态走出来跟我分析的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能够规避掉这个波段 比如说我认为在这一侧我觉得做空还不是很好 如果能回到113以上的位置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那么现在价格已经来到这边来 这边来 我会认为如果你昨天晚上有做多灯 我建议的话是应该离场的 因为特朗普这件事情你说一下子就改变格局 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有点太夸张了 那么这样的市场反应里边 我个人觉得是有资金面的布局 资金面的布局 可能是有在有一些资金去买入美日的情况下 去做一些布局 那为什么是这样布局 可能在未来的话可能还有可能会在飞农也好 或者在加息的也好 一些会也好 可能他们会认为有一轮更好的行情 可能在这边提前的一些买入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我 尤其是我 我建议大家来到这边的话 如果不能够确定一个方向的话 如果有多单去走掉 如果有空单 空单我们怎么 如果假设去在这个位置做空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相对的 在这个时间集次上 比如四小时这个集次上 我们看到它有连续的一个 五颗阳线的一个上涨 那么之前是有五颗阴线的下跌 现在对应的五颗阳线的上 当然上涨的幅度是比以前大的 比以前大的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应该 我觉得是 我会认为是 在这个地方 会重新的回到一个震荡的走势里面 那重新回到震荡走势里面以后 它的 我认为它最后的话 应该是在飞浓之前 有可能会点破一下 111.59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选取的是一种 之后性的交易 不要去做超前性的交易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会认为它是一个横向结构的 进入到横向结构的一个上半部分 比如这个地方 以这个地方的高点下方的低点 作为一个横向结构 那么现在已经回到了一半以上 看到吗 这个地方以上是一半 如果再向上走 就进入到了 我觉得是一个卖出的区域 但是前提是 我觉得我不想让你们在飞浓之前 再去做空的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做空 如果你做空的话 我建议是右侧的 并且带有保守性的交易方式 不要去做激进性的 然后一定要求它会破掉前提 这是我昨天讲的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从这边 最终来到了114这个附近 现在是到113.50上方一点 昨天我本来我判断是在113到113.50这个区间 现在有点突破 那在这个区间里面 如果它最终下去了 低位的买入 远远比你现在这个位置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区间震荡的上方 如果我们等待它回到下方去 并且有一个破位的行情以后 再去买入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区间的假突破 如果配合一个上上的行情 而我们现在认为 我现在会认为这波拉升是有资金庙在介入 然后它会怎么办 要扛最后一轮的沙跌 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一个大的行情运行的时候 先有人买入 再有的话是有一轮沙跌或者最后一轮拉升 那么现在我认为这边要有最后一轮沙跌 而最后一轮沙跌的目的是要把 是要把在今天如果无法在底部买入的人的这些多单 在上方追多的这些人的单子要洗掉它 洗掉它的话 无非就是要点破前期低点 然后才有机会洗掉它 同时在洗掉以后再拉升的时候才没有阻力 所以这是我对美日的分析 没有改变 只是说它今天涨的位置 会比我设想的要高一些 但是同时间 所以今天我提醒大家 会可能会有这种回到113的行情 这样的话 无形当中也是可能会帮助大家规避掉一些 比如说如果你去追空这样的一个风险 这样的风险 来到113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已经不进了 所以这样无形当中会规避掉这样的风险 过了113以后 我们可以去寻找好的卖出点 然后我们或者是等到它下跌以后 真正来到一个我觉得是个低位的时候 我们再去买入它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 好 那么今天重点的话 其实美日不是重点 好 今天的话是讲黄金的概念 因为白天的话 有很多人问黄金的概念 我今天把黄金这个我对未来的一个走势 好 给大家去做一个 一种假设 那么黄金从价格运行到1263这个位置 我认为这是一个阻力位 之前有提醒1262 1263这边阻力位 之后的话它现在开始向下运行 对吧 然后昨天晚上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反弹 下跌幅度一半做空的位置 你们应该有同学应该有看出来 就是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当价格反弹到0.5的位置的时候 然后继续的下跌 同时运行的波段达到了等比的概念 就是这边向下运行了140点 那么这边向下运行了有160点 就是说基本上算是1比1的比率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个下跌 应该已经就差不多了 因为从上方的运行回到了1245这个位置 正好是前期一个大的突破的位置 对吧 一个大突破位置 所以接下来他在这边要做一些文章 做一些文章 我觉得1263的位置可能不会破 但是他又不能够再直接下跌 所以他更可能性走势是有一个反向的拉升 这是我认为会有这样的行情 所以因为我以黄金作为一个主要的 我认为这个节奏是在这里的 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行情里面 我认为美元会有一轮的走弱的行情 就是美元重新从白天的强势回到弱势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知道 因为其实也是最近我们行情的特点 对吧 我们行情的特点经常是白天的行情走势 会到了晚上的时候会被反转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经常是这样 可能几乎每天可能都是这样 白天是一个走势到晚上另外一个走势 对吧 那么黄金的话 我认为在这边会这样的运行 回到 重新回到昨天晚上的高位附近 然后回到高位附近以后 那么 以后在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线 就会是一个震荡区间的高位 而他下一步要探的是一个低位 比如说这个低位怎么去探球呢 就是之前这个大的下跌动作里头 大的下跌动作 那么现在是回到0.618 下方是0.5 所以如果回到正常回到是在0.618 上方一点点的位置 这是高位 那么还要再次回到0.5下方到0.0.382 0.0.382到0.382回调0.382的位 0.5之间 也说在这个区间里 他后面就是一个宽幅的震荡 那么做交易 我觉得如果价格 如果你能看到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可以选择性的做空 因为我强调一点 我们不能看每日就否定的其他品种震荡行情 每日的走势是有他为了将来做短期内 我会强调每日可能会有一些大的行情出现 包括有一些签点的行情 那么其他的品种还是在摆动状态 那么黄金的话正好现在我们认为是在摆动的周期的上方 所以适合如果再拉升回来进行卖出的交易 同时如果回到这边来的话 还有一个很好的止损点给你 就是1263这个位置 如果不会被破掉 那待会就下去了 所以如果来到57 我建议比如说向上多给一些止损的空间 这样的话这个位置还是蛮好的 那么当他回到一点回到0.5以下 到0.618这个0.382这个位置 反弹0.382这个位置 那么这边还是有一点空间 然后后面可能就消失掉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的一个横向震荡区间的上方位置 适合去买出不到 后面的话我们再去讲可能不见得适合 或者是要等到他的行情的运行 才可能出现一样出现这样的行情 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 比如说像欧元 欧元的话在白天也是一个下跌的 这个因为白天都是美元走强 但是幅度当然并不大 幅度并不大 今天白天最大的两个非美应该是美日和纽币 纽币的话有一个大的下跌 对吧 那么欧元并不大 欧元不大以后的话 我们看到他的运行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都是白天 或者是白天再上涨 晚上就下跌 或者是白天再下跌 晚上就上涨 他是一种高低企业的状态 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从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的开始下跌 到今天白天的继续下跌 我认为基本上我们就晚上的话出现在出现反复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没有重大消息 单靠特朗普讲话 我觉得冲破震荡有点困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也是认为今天晚上我们飞美这一块先不要去继续的做空它 然后可以等到如果无法下破 然后我们可以选取一些短线的做空美元 就是买入飞美的 那么这边是欧元 每日的话我一会他去讲细节 每日的话我因为要最后讲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地方要下跌以后 为什么这样一些轮廓 那么欧元是这样的一个轮廓 美元对家园 好 每家终于到了我说的1.33的位置 这是我之前有给大家分析的 来到1.33 要干嘛 准备卖出 所以在每家这个地方 我因为我今天想想说的几个点是为了是说支持我 我认为美元还没有到抢时期 那么之前每家有分析 当价格回到了这个现行上 我们要做空它 我们要去做空它 所以昨天在晚间的时候有触碰 这是昨天晚上收盘的时候 正好碰到这个线 今天有顺势的拉伤 好 这个地方适合去买出它 而且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偏左侧位 那么 当然现在已经有点下跌了 让我们看一下 到这个地方时候有 有一次的小时期的反转 被证明是错的 现在又出来一次 我认为还有一个高点 第一次是错的 第二次也是错的 第三次是对的 所以在今天如果之前我记得有哪个同学一直提美加 我之前都不让你们做 现在可以去做 第一次 第一次这个位是错的 第二次 也会是错的 这在我的脑子里是这样的 我会在我的一些课程里面会阐述 我觉得在小时期就可以 因为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是一个四小时集次的一个三浪调整过程 然后调整到这边来 然后将再次下跌 对吧 再次下跌的话 也是对应的也是四小时期的下跌 因为这是一个日线的整个的一个五浪形态 然后四小时期的下跌以后 然后 那么 我们就看小时期 两次的K线反转都应该是错的 第三次是对的 那么就这个边 可能这个小时应该是这样 然后到后面还有一个再次拉升 那么再拉升破位以后 就要有选择性的准备做空调 因为区间已经来到了 价格走势已经来到了 之前的这条反向的压力压力位 也就是说原来这条是一个上升区 趋势线 然后被破掉以后 反回来在这一侧 这边将是压力位 这个应该能理解 而且从心理状态来讲 由于这是一个大的阳线 直接打到这个位置 所以多数来讲 在这个地方 敢去做空的人是很少的 你说这是从这边开始 我之前在这边分析的时候 说这这这这几天都是什么 就是实体小于影线部位 那么到这边来逐渐逐渐改变为实体会和影线差不多 实体大于影线 然后底部出现了一个拉 一个冲低 然后反弹 整天出现了反转 昨天是加速 比如说当这个尤其是昨天这个k线 昨天这个k线 昨天这个k线 打到这边来 因为昨天解盘的时候我没有解它 因为白天是也没看它 然后等到今天的时候我看一下 ok你到了这个位置上 好 准备做空了 理解这种思维吗 大阳线是完结 可能在我们很多人认为大阳线是开始 大阳线既可以代表是开始 也可以代表是完结 ok没事 就是 大阳线是 既可以代表是开始 也可以代表是完结 那我会认为这个地方是完结 因为它来到了曾经的反压区 所以每家 适合做空 而且 离费能量数据 还有算上今天晚上还有七个七天的教育 七天的教育 所以 完全可以在飞能之前就跌下去 飞能如果好 然后再上去 这个就不影响了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错后 对吧 对错后 今天晚上每家也可以关注 啊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教育机会 而且这个地方教育机会 只会等一段时间 等来的位置 然后在这边做空 我觉得 把握性还是有的 把握性还有 然后在之前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啊 然后大的位置 如果被破掉 好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反弹 就是不应该被破 不应该破掉它 这样的话 现在的价格是在1.33 这边是1.3387 所以100点以外 也是很好的一个做空区 好 这是每家啊 这是每家啊 好 好 那么 黄金 啊 的分析 黄金的分析 啊 以及欧元的分析 啊 每家的分析 都支持的是 那今天晚上我认为是美元走落一波 一个概率 会更大一点 啊 所以在这个角度考虑 我们选取 如果你做这个空单 每家是个机会 黄金等待一个高的位置 啊 欧元的话我建议 欧元的话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 它啊 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没有改变啊 而且 线型的走势里的这种规模 没有发生改变 基本上 这些大的阴阳线和 之前的阳线阴线都差不多 所以从 预行角度是没有改变 那么每家是有变化的 每家的话 从 这段时间里面啊 这颗线是较大的 但是 昨天这颗线是更大的 啊 将近 近到1% 当然没有没有办法跟这边的比 但是整体上来讲啊 这边是偏大的 如果和最近这段时间的相比 而是偏偏大一点 而是多单的力量释放 啊 适合在高位去做卖出 好 这边都是我去讲一下这个 一些短线的机会 主要的来讲啊 我觉得还是每日 每日的话 我觉得啊 我给你们大家看日线图啊 我认为日线图会最终走出来 这样的一个从高位的下跌 当然有人说那是不会直接从这拉起来啊 要时常给我们答案 那在市场不给我们答案之前 我们先维持我之前的反转 就是说这边是下跌 这边是做一个V型反转 现在是V型反转拉升阶段 然后再做一个V型的向下 然后去破位 然后我们去满路它 然后如果假设这周是3号啊 就是飞浓 我觉得这时间点赶 但是到推到下周五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来得及 跌下去V型向下破完位以后接单 接单以后的话它反弹 反弹以后回到中间值 然后做一个横向 然后等待飞浓确认 然后向上升 那么飞浓的话 我因为今天正好他正好有达到啊 所以看了一下 飞浓在这个月的预期值是非常高的 适合上周 适合上个月的这个预期值是持平 实际值是持平 上个月是22.7万的实际值 而这个月的预期就是22.7万 说实话这个预期我觉得是很偏高的 但是问题是如果出现了20万以上的飞浓数据 其实数据是向好的 但是如果不达标达到预期的话 就变成了那个上涨可能是一个短促的行为 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结构啊 就是飞浓的时候如果是短促的行为 然后像黄金这种啊 像美日这种如果上穿一下就是要走掉 所以这个形态还是我会坚持看的形态 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 你说什么样发生结构性变化 就是如果你现在这个价格继续走 或者115 我认为这个结构会发生变化 那我会等待更高的位置直接去买出 但现在你走到这个位置如果停了 那我认为你会先下再上 而不会直接上去 而不会直接上去 好吧 因为先下再上的话要洗一轮的这样的一个 要把这个短多单洗掉 然后再上去要这些人在高位去追夺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多单持有 他们能够一直拿到高位去 我觉得这个有点有点有点不太对 不太对的走势 那么细细的去分析一下 这里边一些行情走势的一个规律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我会认为在这个地方这个区间里会有人去买入他 那么这样的人会认为什么希望什么希望价格应该是继续在上行 所以一般在这个时候是不设所谓的止盈的位置的 这个能理解是吧 所以行情有必要去达到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进场人的一个心理心理的位置 然后使他们能够离场然后再去是好的 如果你直接拉升 那昨天这部分人群的话也就会给他一个很大的汇率空间 这个是不利于运行的 所以点到什么位置 我觉得最后可能会点到我们能目测到的这个111.60这个附近下方的 我觉得50点左右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从从这个未来的一个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空单的角度考虑 所以我认为是在这边如果破完位以后 就是点刺一下立刻拉回不会停留 不会停留 为什么因为价格如果将来想去打爆仓点 你不能够在这边停留 因为你短时间那个短短短破的这种情况下 虽然有人在去做空单 但是那个单子都是短期行为 不是长期行为 所以他只要他有一个反拉伸的空间 会将这个单子洗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完成了对多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一个洗盘 洗盘以后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在更高的位置重新的追单 比如说是非能或者是右侧的比如像加息这样的事情 那么重新从之前被洗掉的情况下去追 所以会形成一个高位的一个有可能出现一个顶部的一个买入的一个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还要考虑的是空单 如果你空单点刺以后洗掉它 然后有底部的停留的话 这样的话会有更多人去做空 然后你靠一个这样的幅度拉伸是洗不掉这些人的 如果洗不掉这些人的情况下 你将来再下跌是有阻力的 所以短短促的这种点刺突破是最好的选择 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空单既进不去 然后呢多单一起洗掉 然后空单将来的话是说 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去追空的话 会被这个拉伸所洗掉吗 洗掉以后的话 从大的交易这个角度来讲 大的数据角度来讲 如果从这边可以跌下去 一开始跌下去 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敢进的 破安位以后也不敢进 因为破安位以后他会担心 跟这次走出来一样 就是再破位他会担心反向拉手 所以就不会直接在破位的时候做空 现在这帮这些人是会在破位做空 到处就不会了 不会的情况他会直接跌下去 然后下跌 下跌以后他会在底部做形态 最终要这些在这个位置做空 反向拉伸被洗掉的人 最终在底部进行卖出行为 而这样的话顶部的交易者 在这个区间里面爆仓 而底部的话是大部分人在追空 然后使得后面的大的上涨行情报 这是我给大家再从心理层面去解释一下 所以从我刚才分析的这几种品种里面来讲 但是澳币的话因为还没有走出震荡区间 纽币的话因为是附属的这种行情 虽然它有点大 但是我不想作为主要结盘 那么我刚才解的这几个主要品种 包括欧元包括美日包括黄金和美价 我看的都是在今天晚上美元将再次走过 而不是持续的增强 我认为特朗普讲的话是有点市场的反应点过渡 应该打不破这种震荡層势 那么刚才讲到美价 你可以刚才说原油了 那么原油的话现在正好又是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震荡区间的一个位置上 震荡区间一个中间指不死吗 正好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我个人感觉上它是要上破坡的概率更大一点 就是这个位置啊 因为它因为它之前在我们看日线头看着 但是每间隔五天 要有一次反向 就是比如这边12345 这是六天 这边12345下来 然后再走123456 六天下来 然后每隔五六天它有一个波动 但是在这一次有点麻烦了 从下方的上涨以后到顶部的时候已经是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看吧已经是第七天了 第七天不发生变化 这里面节奏就变了 因为这个相当于这个强势期的时间 长于过去那种震荡当中的一个波段的时间 所以它很有可能进行一个上波 所以在这个上波过程当中也会支持我 做空美加的一个比较 这是我给补充一下 那缘由我不建议直接交 因为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如果破了以后它会早点 破了以后它可能立刻停留都有可能 美加是因为它破了位以后下跌开始 但是它停留并不意味着美加的下跌要结束 这是两个痕 这是两个痕 好 那么其他的品种 我觉得像英镑啊 瑞朗 有人可能说英镑我想关注一下 但是英镑的话 我觉得 那天我有一个给大家一个分析吧 好好记得是吧 就是说当运行的话 可能是从一个横向震道结构 去到另外一个横向震道结构 之前的话有给大家画过啊 这个横向结构是 以这个上涨为主要一个上涨行情 这边是回到0.5的位置 现在破下来以后 会回到0.018到0.764之间的位置 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内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宽度 大概在200点左右吧 200点左右 到这边来的宽度 我觉得也会是200点左右 所以 但是应该是跨着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这个是 现在这个价格 应该是未来的宽幅震荡区的中间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你向下做空 看到 差不多 我觉得 如果你有机会破1.23的位置 就立刻走 不要停留 然后之后它可能 再次回归到一个震荡行情 其他的话 因为英镑的话 不是我这段时间要交易的凭准 我再跟踪它 因为我觉得这个震荡期应该很漫长 应该非常非常长 就是 怎么讲 起码应该有两个月以上 包括 当然已经走过来的行情 算进去 应该起码两个月的震荡期 也是正常 因为它前面对于市场波动也好 上下起码 现在应该是往一个最小的波动区间内去运行的一个状态 OK 基本上 差不多是这样 主要的观点我认为 今天美元将再次走 所以白天做多美元的朋友要谨慎 当然我不认为我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只是提示大家特朗普讲话应该不会改变震荡走势 牵强 然后那如果改变不了当然就是震荡走势 那么白天的涨就可能对应的是晚上的跌 好吧 OK 基本上 主要逻辑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大家怎么选举 更重要的是每日短期的人每家是好的机会 黄金的话是要等 黄金还是要等欧元可以放弃短线的交易 然后等待更大几次的区间的或者是 就是趋势的交易 更大几次的一个区间交易 选取来讲我觉得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选取 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去做空每家 我觉得会风险度会比每日做空每日来的低一些 因为都是在做空美元 给大家留留些时间吧 因为现在还是 没有走出特别大的行情 虽然像每日这个行情也就是已经蛮大了 但是这是和我们近期相比是这样的 但是和远处相比的话 这个都属于是正常的一个运行 没有特别的夸张 无非就是从昨天最低点到今天最高点大概200点 好同学没有问题吗 6点时间 这个每日的反弹的 这个幅度确实是超过我的思维 我闻着这个反弹幅度到113附近 到114.50和113之间 这个外者我觉得就合理了 但是他最后现在 打到113.83 但是我刚也分析 我觉得 应该立刻就改变我对这个市场的分析 我认为这个地方依旧是有一个向下的微信反转 最后才走完是 合理的 而不是现在直接走完 好吧 给大家留点时间 这周末的话 有我的一个短短 就是 这也是 就是会给大家去讲 就是说 我们怎么 有很多人问过 包括我记得 昨天有电话联系的话 Susan 有问我 就是 那么你到底怎么能够 分析这样的一些波段行情 然后 人怎么分析出来 或者这个能力 到底怎么来得来 我会在这周末的讲座 会成 较为详细的去阐述 就是我是怎么一步一步的 从 右侧的分析 右侧的角 一步一步进化到 左侧的分析 左侧的角 我会给一些极限的位置 或者是 大的区间的顶部 或者是大的翻转区间 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是有步骤 它不是一蹴而救的 周末的时候这个讲座 圈里面有 分享 对会员是免费 对会员是免费 10点钟开始 上午10点钟开始 这些的话 介绍 道理都写到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好 那个倒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那个是架构在一个网络的教室 所以我讲完以后大概在很快吧 它会自动声声回报 只要你有那个连接 然后 过后随时可以听 下班以后都可以听 这个没关系 而且也不需要找我们要这个 录的视频 它那个软件本身就 有这个功能 错后然后就可以去听回报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听 我如果有时间安排的 能安排出来时 我能够现场去讲 会 会更好一点吧 万一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随时可以保持一个沟通 会更好一点 就看自己实际情况 没有关系 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交易的话其实是 在我看来是真的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 每个阶段有不一样的问题 然后去主要能把它解决了 就有机会向下一阶段去进发了 我会在这里面去把这个东西我认为的思维 当然那不是完 不会是单一 就是唯一正确的 唯一的一种思维 或者是我先经历什么 后经历什么 可能会有一些 顺利上颠倒 但是在思维逻辑上应该差不多 应该是那个样子 好 那今天晚上啊 我刚才讲了 就是 还有一个半小时 每班开盘 别盲目的做多美元 还是应该维持在一个 正当思维更好一点 连接的话 连接的话 我们在微信朋友圈 我们都转发 然后群里面也有 群里面也有 或者是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然后加那个 又只要加了我们的那个公众的微信号 cow trading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去 有连接嘛 然后可能对老会 对新会员我们有一个收费 但是你可以先付 付完以后的话 我们会把那个 你换那部分钱 然后再转回给 应该现在设置的那个门槛是 8块8毛钱好像是 也是我们员工设置 然后当然了 如果是 如果你周围有朋友想来听 他想免费去听的情况下 你可以让他去帮我们转发一下 在朋友圈 然后结个图 我们就可以免费的给他发一个邀请 然后让他去 多大一个免费听的一个机会 我这个讲的适合谁 我觉得我会尽量的能够 啊 讲到这个不同层次的人的一些心理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应该都蛮适合所有人听的 但是可能对交易完全没有兴趣 或者没有想法的人 可能就不适合 我是说 对交易有兴趣 如果你们周围有这样的人 都可以推荐过来 让他来听一听我去讲一下 就是说 整个市场的十几年的一个经验里面的一些 算是一些精华的一个总结吧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同学们要是没有问题 因为尤其是欧远 尤其是奥远 奥远8天 我真的是没感觉 因为总感觉他真的是 不知道他要靠什么力量去走出这个格局 发现有特朗普的下跌 然后又跟着GDP的拉升 然后跟着又是一个震荡 所以他每天的震幅都很大 但是波幅却很小 所以交易下来真的是有难度 可以有选择性的规律 好吧 那大家没有问题 那我问 明天讲座吧 明天晚上美盘再看一下今天的变化 周六的讲座 我觉得 我会 好跟大家讲一讲我对市场的理解 其实现在我每天解盘他不是很深是说是主要是我对市场的分析 那这个只是一部分 一部分不健全 那会有很多的一些 体系当中一些要需要完善的东西 都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ok 那我们今天解盘先到这 好吧 我观点已经比较明确了 当然如果你交易的话 当然一定要有保护了 不能没有保护 但是偏震荡的格局的话 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没有错的 所以交易起来的话 按照这种思维做 按照这种思维做 我觉得把握性会比 趋势行情要来的大一些 好吧 那就先这样 谢谢大家 明天见 好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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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